影后之阵 舒淇惊呼 耶 迎战张子怡 你自己也可以出头天 耶 瞧舒淇这么爽 是因为听到记者来报喜啦 西游降魔片 舒淇 小姐要不要帮忙 要 怎么帮 滚开 舒淇凭喜剧西游降魔片 入围第五十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她的竞争对手还包括 叶先生 舒淇真心话 还有来自香港的严卓霖 舒淇曾以豪道的最好的时光 拿下金马影后 如今靠全球最卖做华语片 喜有小魔片再次入围影后 这是她第五次获得提名 我根本不觉得我会入围 她就是故意加上心 然后把球吃掉 对不起人家豪道只是储席啦 没有投票权哦 因为你没有想到说 演一个这样的戏 是会入围的 大家可能觉得说 我只是出来搞笑 但是其实 难免要抓到那个重点 还要有情绪跟感情在里头 就是最难的 不过舒淇想留下第二座金马影 摄像座 对线力战一代宗师张子怡 张子怡饰演的宫儿一角 备受肯定 被视为舒淇的头号劲敌 此外去年金马影后贵伦美 在《圣诞玫瑰》里 饰演一似遭到庆庆 下身瘫痪的钢琴老师 她原来爆发力十足 今年有望连装哦 至于镇秀文嘛 这是她第三次入围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 只是之前都没有得奖 哇 实力这么坚强的影后之争 凭盛团一定也很头痛吧 苹果月亮赖 拍赖严卓琳 跟你不熟啦 报导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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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能忘记了 除此 buyer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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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